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工聯會會長吳秋北 前陣子在Facebook轉載了兩張圖片 其中一張就是把誠哥改圖 變成一隻蟑螂 然後在頭上寫著蟑螂王 然後吳秋北還在文字形容 追擊誠哥 當時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 你是富可敵國掌握香港一切命脈 當此暴徒橫行亂局 淫瓜絲妄開面就是態度就是權威捨我其誰 這件事已經在追擊李嘉誠 是不是 他就是說誠哥不去搞止暴制亂 然後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 那些黑衣暴徒未來的主人翁 聽了超人這番的怨言 當然更加只能棄往政府出 暴潮警察師 惡向梁文行 成哥海量汪涵自然無法止暴制亂 但是卻能夠保佑他的王國代代平安 甚或千秋萬世 以其商業眼光正經偷略 投資未來主人翁 加上精神支持 化算不過 就是他串阿成哥 你那些八佳 或者他旗下其他商店 全部都沒有人被裝修 這些就是吳秋北當時在九月份 他追擊李嘉誠的時候的言論 當然是有人截圖 他今天接受HK01訪問的時候 他就說從來沒有形容李嘉誠是蟑螂王 只不過當時在網上轉發朋友的圖片 內容不是他創作的 這個就非常有趣了 當你去分享一張圖片 而那張圖片明明就是寫著李嘉誠是蟑螂王 而你其實是認同這個人的創作理念 否則你就不會在這張圖片的上面 還寫了一大堆有幾百字是追擊李嘉誠的文字 即是你認同的 但你現在又說我沒有形容李嘉誠是蟑螂王 那你是否認同呢? 他就這樣回答HK01的記者 他就說市民自有評價 不是問市民 是問你 你到底認不認同成哥是蟑螂王 你又不敢回答 不過他當然就在這個訪問當中繼續片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 李嘉誠批評有人散播惡毒才算是惡毒 因為這是部分市民對他的看法 又說成哥過去幾個月對於暴力的行為態度曖昧 包括呼籲對年輕人妄開一面 那不是怎樣呢? 你是不是想趕盡殺絕呢? 如果你不妄開一面是... 是吧? 接著他繼續罵 繼續片片成哥的 大家可以看看吳秋北的延遲 是多麼尖酸、刻薄、多麼可憐 對於成哥這些人口、慈悲的長者 你何苦呢? 這樣來租質他 用延遲租質都不對 對於成哥的基金會 近日推出10億元應急前計劃 去支援飲食業、旅行社等等的中小企 甚至出現超額爭崩頭的情況 吳秋北又有話說 他就說 不清楚推出這個計劃是甚麼目的 但是質疑成哥 縱容暴力之後才作出修補關係的舉動 就是本末倒置 你想怎樣呢? 全香港只有一個富豪 肯在他自己的口袋裡拿一塊錢出來 真心地、誠意地派給商戶 而且是無條件的 只不過叫你交將商業登記的影印本 以及拍攝鋪面 無論是誠意、速度、用心 都是比起你財政司、大師長陳茂波 我派那四千元來得窩心、體貼 你竟然又說他是縱容暴力 到底成哥是怎樣縱容暴力 我作為一個普通市民是摸不著頭腦的 難道他提倡網開一面卵 難道他提倡黃台之瓜何堪再擇 就是縱容暴力嗎? 你想怎樣對待香港的青年同胞呢? 是不是全部把他殺掉呢? 你也提出了一個方案去解決 成哥就提出了 工聯會提出了什麼方案? 結果就輸到一敗塗地 在區議會選舉那裡 這些人完全不懂得反攻自省 曾子怎樣說? 曾子就說吳日三省吳申 你這些人會做嗎?當然不會 有責任就退給人 委過於人 有責任就是這些人 這些人的本性和本質就是這樣 整件事跟李嘉誠 跟阿誠哥有什麼事? 對不對? 反之他還提出了很多紓困的措施 給很多的中小企 這是值得市民給他掌聲的 哪怕他那六萬元 其實對於一間在虧錢的企業來說 是可能沒什麼幫助 無補於是 但是那一夥心就很重要了 市民在世間上哪有人在做生意虧錢的時候 是會給你申請 然後你只會複印一個商業登記 拍張照片 就寄了六萬元的支票給你 對不對? 難道你工聯會會肯這麼做嗎? 難道你吳秋北這麼做嗎? 你是不會這麼做嗎? 你也沒有這麼多錢 對不對? 所以這些我完全不覺得 有什麼值得去批評 至於誠哥說一國兩制不是單單的合憑 吳秋北又有話說 他就說留意到 對方也指出一國兩制實行得不錯 你這些就是完全斷章取義 對不對? 你拿了誠哥讚賞一國兩制的地方 然後看不到誠哥對於一國兩制的堅持 你就是完全看不到 對不對? 你這些人老實說 你和你的所屬政黨遭到選民唾棄 就非常合理 說到遭到選民唾棄又何止 工聯會 和他們關係非常密切的民建聯 都是一模一樣的 他們哭選舉桑 說了五天都不口臭 繼續說 包括今天在Facebook 周浩鼎和陳克勤又發言 大家一起聽聽 這些歪理連篇的人到底在說什麼? 先說一下周浩鼎 他已經在東沖中輸給一個素人 選不到區議會 所以下屆就不能進入立法會 超級區議會 進入立法會 你就可以回地區直選 當然不知道他要跟黨內競爭 他怎麼說呢? 他就在這裡罵 反對派全心靠海 怎麼靠海? 他就說 持續多個月的暴亂 已經令到香港五勞七傷 美國政府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只會令到香港營商環境增加不穩定性 但是反對派還好像怕香港不死 多次跑去美國推波助瀾 擺明是全心靠海 老實說 根據你們的邏輯 當時推動《逃犯條例》的修訂的時候 你沒有犯法就不需要害怕 或者根據李家超大局長 你不要去危險的地方 你就不會害怕出事 不會怕被拘捕 根據你們這些偉大邏輯 其實就算美國通過了這個人權法 對於你這些人也沒有影響 只要你不是違反人權 只要你沒有侵害人權 以及打壓民主 你就不需要害怕 更何況 我自己認為 作為一個真正愛國 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 如果他遭到了美利堅峽國的抵制和制裁 你應該是感到光榮才是 你就可以永遠留在偉大的祖國土地之上 成為大灣區的一份子 所以我真的完全想不明白 為什麼周浩鼎會說那些反對派全心靠海 只要你走得正、站得正 沒有侵害人權的話 完全是不需要擔心的 至於陳克勤 即是民建聯的副主席 身兼新界東的立法會議員 他還在說區議會選舉的失敗 好像害怕別人不知道他們在怨婦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一次選舉的成敗 並不代表一切 真正重要的是 為民服務的初心不變 民建聯是一手見慣風浪的大船 歷史證明我們優秀的團隊 是經得起考驗的 那你就繼續去做好你的所謂地區工作 你有什麼做呢 來來去去蛇齋餅種 當然最近有些派枕頭或者派福袋 他們當然不會認數 因為從非政府組織去派 那你就多發動來了 就像他去派東西 你有什麼做呢? 經常就籠絡老人家 或者是旅遊巴的票 就去搞這些事情 就搞中席 你這次要中席 你還用什麼做地區工作? 中席多些就行 將社區綠化 中多些東西 這次還不夠 不知所謂 已經在整個星期前的選舉結果 你輸了就輸了 為什麼輸到糟糕呢? 很簡單 就是因為民意的強烈反彈 當初你連續六個月以來 為這些警察鼓掌立喊 就是指暴制亂做得好 當警察不斷濫權的時候 你作為一個建制派 你有沒有站出來告訴他們 那些警察現在的而且確 有些人已經在行使私刑 有些人已經是濫權 你有沒有 拿出這個心 來指證那些警察 你至少告訴他們 這件事做得不對 不是 你跟他們一起同流合污 一起說打英俊打得好 一起說攻打大學 你自然就會遭到選民的唾棄 這些政黨 就不要說自己完全置身事外 因為警察的所謂止暴制亂行為 你們這些建制派完全認同 我完全聽不到人 是否定的 這些聲音是沒有的 你們一味就說止暴制亂 警察做得好 那你自然就得到選舉結果 是非常之正常 你派多少都沒有用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